好 不过现在呢 当地的最新发展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到这一回是乌克兰的安全部 他们说根据被俘虏的俄罗斯军人透露 现在普丁派了一个潜行行小队 是要专门追杀叛逃的士兵 也就是说呢 要把所有背叛俄罗斯的这个军人 全部都给杀掉哦 好 另外呢 这个乌克兰的内政部顾问安德鲁西夫 他说他有跟一名这个被俘虏的 这个俄罗斯士兵聊过天谈过话 他说呢 该名士兵表示 看不到继续打下去的意义 因为呢 这名士兵告诉他说 他不能够回家 因为俄罗斯的指挥官已经告诉他了 他只能够死在战场上头 因此最后呢 他也觉得 反正对俄罗斯就觉得很猜心了 所以他最后决定要待在乌克兰 当然这个说法呢 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乌克兰内部的说法 好 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大家也在关注 就是好像有很多俄罗斯的高官 是集体被消失了吗 这当中包括哪些人 其中就是有这一位 他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叫做肖伊古 好 另外还有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 还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等人 现在外界就发现说这些人都已经有两周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了 因此外媒的解读是他们疑似触怒了普丁 因此遭到集体被消失吗 好 当然这个部分还不得而知 不过呢 还要来看到 他是俄罗斯的央行总裁 他的名字叫做纳比乌琳娜 其实原本呢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是非常相信他的 但是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导指出 他想要请辞 主要是因为呢 俄罗斯最近遭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祭出了经济制裁 所以呢 他想要请辞 但是最后遭到普丁的拒绝 而且他还被提名续任五年的时间 不过现在也有媒体解读说 他可能不会在此时此刻请辞 因为如果他在此刻有这样的动作的话 可能也会被普丁认为说他是叛徒 好 还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国际间有一个骇客组织叫做匿名者 他们表示呢 他们已经侵入了俄罗斯的央行了 将会在48小时之内 对外来公开3.5万份的机密协议档案 好 到时候如果真的一旦公布的话呢 后续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掌握 但是来看到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事进入第30天了 乌克兰的军方这一回 他们说又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宣称已经精准击中俄军一艘停在亚素海的登陆舰 根据美方的评估 这是俄罗斯海军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损失 好 至于北约领导人峰会 也决定要在东欧增派4万名的士兵 以防止俄国可能的入侵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一艘军舰冒出火球 极巨大的黑烟 根据乌克兰海军的消息 这是俄罗斯停在亚素海的登陆舰奥斯克号 而在被乌克兰军方精准集中之后 附近有两艘俄国军舰证实离他 其中一艘也是受损冒黑烟 美国专家指出这是俄罗斯到目前为止 遭到损毁的最大船舰 也是普丁右衣难堪的损失 有报道指出 俄国军方的红星电视台 报道了奥斯克号运在各种装备的画面 因此有可能遭到锁定 而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将40万平民扣为人职 强行带到俄罗斯 乌克兰人权组织官员表示 有超过40万名的乌克兰人被俄罗斯带走 俄方宣称这些人说俄语是他们自己想前往俄罗斯 而因应俄乌战士的长期化 北约峰会也做出新的决定 除了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 北约同意在东欧增派4万名士兵 将在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东翼部署 8个跨国战斗群 俄罗斯外交部周四表示 北约举办的峰会结果显示 西方国家希望冲突持续 并且在协助乌克兰的武装过程中得到利益 也为俄乌谈判增加困难度 记者综合报道 北约跟美国已经加强对俄罗斯的施压 但是恐怕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 好怎么说呢 因为俄罗斯也立刻做出了反击 俄罗斯总统普丁宣布了 现在只能够用卢布买天然气 好此话一出 国际油价立刻受到俄乌之间战事的动荡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 现在已经抵达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将和北约召开紧急会议 但是在会议召开之前 包含了北约跟美国都同步透露消息 美国先是宣布对俄罗斯提出战争罪的告诉 而拜登也将会在欧洲宣布 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 至于在北约方面则是预告了 盟邦将会签署在东欧成员国家 增判四支的作战部队 作战士兵雪地里身穿白色军装 朝着正在前进的坦克射击 北约目前在挪威2022酷寒反应 持续联合军演 一名北约高级将军警告 北约必须面对更难侦测 而且打算在欧洲背水战的俄罗斯 光是直上谈兵是不够的 北约将召开俄乌情势紧急峰会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预告北约将同意在陆海空各领域 对东部盟邦 也就是东欧地区大幅增兵 而美国在拜登防欧之际 宣布俄国犯下战争罪 白宫除了宣布俄罗斯犯下战争罪 同时也强调对于俄军动用 生化武器的威胁 拜登23号抵达布塞尔 就先跟北约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举行会晤 预计就俄乌战事展开三小时的讨论 会议之前史托腾伯格表示 两人也将就俄罗斯的化武汉 核子威胁讨论北约立场 预计将同意对乌克兰提供额外支持 美国北约挺乌克兰 拜登也预告将寄出新一波制裁 一名前苏联军官预估 俄军在两周内会因为能源禁运制裁而战败 就连台制的GPS接收器也将耗尽库存 不过应对西方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丁也予以反击 寄出新招 普丁下令不友好的国家 只能用卢布购买天然气 而话一说出也引发全球能源价格飙升 俄国钥匙将支付货币改成卢布 可能导致天然气交易陷入混乱 推升市场担忧情绪 而同时俄罗斯也表示 暴风雨造成连接黑海和离海的油管设备受损 再加上制裁俄罗斯石油 美国自身难保除油减少国内产油 跟不上用油需求 导致国际油价应声禁阳 显然西方加强对俄罗斯制裁 股市油市也要做好 准备随时受到俄乌战争走势的影响 记者张力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还有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个人在18号这一天已经通了视讯电话了 好要来讨论的是当前美中关系 还有俄乌战争局势之后 好不过呢过了六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了声明 就宣布要恢复对中国352项产品的关税豁免 但是由于这回豁免的商品数量少于之前 原先考虑纳入的549项 因此中国的商务部在24号呼吁美国应该要尽快取消 对中国全部产品的加征关税 不过呢现在有庶民的英国还有立陶宛的议员 已经说了俄罗斯公然入侵乌克兰 这证明极权政府构成的安全威胁 也不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自由民主世界现在能够全力捍卫乌克兰 未来才有可能尽力保卫台湾 好他们的说法是如果保不住乌克兰的话 北京恐怕会因而受到鼓舞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啦 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请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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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搜索